大家好 我是Tim哥 2月12號凌晨3點 在台灣的時間 三星會在舊金山發表正式發表會 這正式發表會除了S20系列以外 大家很關注的就是它的第二款的折疊機 那沒想到 竟然有人在推特已經流出了影片 我們就用這個影片來跟大家分析吧 分析之前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打開喔 3 2 1 開始 哇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大膽 我相信他應該是很想紅吧 因為通常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長度一共有19秒 你可以看到這個影片它是什麼 上下翻 沒錯 它這就是叫Galaxy Z 然後有人叫做Z4 FOLD F-O-L-D 因為它第一支的折疊機是Galaxy 4的 它是第一支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第二支 或者是有人叫做Galaxy Z 然後FREE F-I-L-P 我應該沒拼錯啊 那看下來呢 目前它展開的時候是什麼 6.7吋大小 而且你可以看到螢幕的頂部中央處 有一個開個孔 就是類似這樣打孔屏的感覺 它就是前鏡頭多少 1000萬畫素 而且喔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比例 其實這種長比例呢 因為它是折疊手機啦 所以這種長比例呢 之前是誰做 Sony的Xperia 1 它強打的是21比9 那它這次這個展開呢 是22比9 好 那你可以看到螢幕的左右兩側的邊框 還蠻明顯 但重點是 你剛剛看到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它螢幕打開的時候 左右的兩行印製 我跟你講 這個人該招了 因為通常呢 這種叫工程機 上面有打序號的 就可以知道是誰流出來的 我看 如果它在三星上班了 你差不多應該不用幹了吧 哈哈哈哈 好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次的摺疊中央 我相信它這個摺疊只是開始 那有人呢 目前傳出兩種 第一種叫做 他們研發新的 叫薄片的玻璃 它是可以摺疊的 另外一種呢 是跟Galaxy 4的一樣 它是一片保護膜 但我剛剛仔細看了這個19秒影片 我發現到 它這個轉折 那個折痕非常不明顯 可能才剛開始折吧 但是還是要看到 到時候發表會的增跡才會知道 那它這個折痕中間的一樣 就是新型的特殊的鞠鏈裝置 這個就跟Galaxy 4的鞠鏈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 方形有沒有 一手可以掌握 那你可以看它機身的外面是什麼 是鏡面的材質 然後右下角是雙鏡頭 然後左下角的這邊是什麼 是有一個長條形 那這長條形呢 就是顯示日期 電量 訊息 好 那我們講到剛剛的方形 我準備了他們這次送給我們的一個贈品 很像對不對 就是這種方形 那它會有兩個顏色 一個顏色是黑色 一個顏色是紫色 那黑色呢 我相信應該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的Galaxy 4的第一代 這種黑色 那目前只有兩種顏色 那剛剛有看到說它背後是雙鏡頭 雙鏡頭分別是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 但這主鏡頭是有廣角喔 另外是10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因為大家也知道目前的超廣角是一個趨勢 那它裡面的電力是 不是這支啊 它這次發表這支裡面的電力是3300毫安時 而且它可以做雙向的無線充電 就是它可以自己無線充電 又可以幹嘛 反向幫人家充電 那裡面呢 很可惜的它搭載的處理器 是高通的855的處理器 而且它沒有5G 因為高通其實已經發表了S865的處理器 你可以看到S20一定是搭載它 再來就是它裡面的RAM是8GB 然後256GB的儲存空間 目前傳出來的價格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有兩種說法 但我覺得後者比較像 但前者是大家喜歡的 前者是這支手機25000塊 我跟講25000 絕對賣爆 但後者是42000到45000塊 後者大家感覺可能會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這支Galaxy Folder 1是多少 台灣好像賣到六萬八六萬九 那這樣講到最後 它這次的聽筒跟喇叭的設計 也是一個雙重設計 也就是說你今天直立 這家直立跟橫的都會有所謂的立體的音效 那以上呢 是我綜合所有目前網傳的消息 還有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這個相似度已經接近了97%到98%了 只剩發表會當天 看還有什麼其他的亮點 甚至於也會有相關Galaxy 它正式名稱要等那時候才會出來 Z Flip或者是Z4 那到時候呢 我們會在現場 第一時間跟大家來分享 好 有任何的電話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